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引起香港社會反彈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布消息 號召港人反惡法 希望人數超過200萬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在臉書發文表示 港版國安法是對香港股市的恐怖襲擊 國安法一旦實施 全世界都會擔心如何在香港設立公司 對香港經濟的破壞是長遠無法回頭 國安法摧毀了人權、民主、自由、法治 屆時也不可能會有繁榮的經濟 中共攬炒香港 國安法是最大的核彈 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在發布會上強調 民陣當年成立的關鍵是反對23條立法 他呼籲港人一定奮力抗爭自救 反對國安法 李卓人等其他民主派人士也發言表示支持